西湖畔,断桥边,雷锋塔下,几道碑风千古泉 神话故事,百蛇传,林敬播讲 上集我们讲到,他先定神一想,想你自己,云倒之前的事 各位,之前他在西湖和白娘子相见的时候 白娘子都感到自己和小青两个虽然已经变化成人形 但是一来蛇的本性早就已经伴随那些千年百年 虽然现在饮过肉液瓶漿 可以好像人一样,怀孕成胎,又去除了毒蛇的腥味臭味 但是,一旦和枕边人相处得久 说不定有时都会露出破绽的 所以当时,他是叫小青 在许仙的胸口里写了一个谜子 这个谜子就加注了他的法力 可以锁定许仙的一部分灵角 使他整个人迷迷茫茫茫 这样呢,就算自己有时露出破绽 许仙都不可以发觉 但是这一次,为了救许仙 他又偷渡了灵芝仙草 灵芝仙草是仙家至宝来的非同凡响 不单止将许仙救回环温 而且将原本许仙被人施展的迷运述 也都一并解买 所以,现在许仙整个人 甚至都不知道多么清醒 往事历历在目 将之前发生的一切都全部记得清清楚楚 他一想到 当日之前 闻到红黄味 小青是首先说 自己有病 远远避开都不知道去哪里 跟着白娘只那天 喝过一口红云酒 面上出现了这么奇怪的神情 等到自己再拿单约回来的时候 房间之中 早就已经不见了娘只 只是见了一条白色的巨蛇 再想回你之前 那个说自己有天师傅的道士说过 自己被两只蛇妖线住 一白一青 哎呀 对应在白娘只和小青身上 真是阴到什么感 难道自己娶个老婆 服侍自己的婢女 都真是蛇妖所化 哎呀 糟了你 糟了你 如果是这样的 自己还哪可以继续和她住在一起 容不已 她有时候生气起来 一胆 哎呀 想到这里 去先的心忍不住 爆发 suppression 就乱跳上来 哎呀 怎么蛋糕了 哎呀 如果一旦进去 哎呀 被我梁子识穿了 我已经知道她的事 那她露出本相 我立刻就没命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相公啊 你回来了 为什么不进来看遗妻呢 啊 啊 我一会儿就来 一会儿就来 听到白娘子叫她 她才即时面都白了 怎么办呢 我好地地一个人 怎么能够再回到这条蛇妖的身边 还要和她大皮同眠 哎呀 到时候 我半夜说不定 就已经成为她肚里面的一块肉了 不要了不要了 不如暂时 我还回到药店里面 和两个伙计一起住好了 抓定主意 于是走回到药店里面 那两个伙计就吓着一跳 想不到呢 刚才她好像发疯的 等等声地冲进后院 现在这么快又回来的 呃 你市头啊 你又回来干什么呀 喂 这些呢 通风通气 病人最紧要不要按摔摔摔摔 你不如回家里睡一会儿吧 或者 需要不需要请个医生回来 和你看一下病啊 哎呀 你们 你们乱说二十四干什么呀 谁有病呢 请美医生啊 啊 啊 看你刚才神神神化化的 什么好心就帮你想起这一样东西 需要不需要突然间发作化得这么交关呀 两个伙计见到一向温顺的许仙 突然间就发你浪泥上来 不知道她什么事吧 大家都不敢出声 这个时候 许仙是真的觉得最辛苦的了 首先她想起 之前自己啊 跌了地下云过去之前的状况 哎呀 明明就见到屋里面不见自己妻子是见到白蛇的嘛 那就是说自己妻子是白蛇所化 哎 一知道这个真相 哪敢再入里面见自己的妻子呀 于是就避了在外面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 她都不敢进去 总之和那个伙计在外面 随便吃点东西 到了黄昏的时候 索性呢 就叫人 在店里面煮了她的饭 好了 熬到夜晚 客店打仰了嘛 那两个伙计上好门板 原本就打算入房睡觉的了 啊 见到她才都没有动静的嘛 奇怪了 问她 哎 事头啊 为什么不回家休息呀 你跟我进去品告娘娘 说呢 我病了几日 所以 想着在这里呢 仔细地 查一下账簿 清理账目 没有时间回去了 我这两天 就在店里睡觉了 啊 娘娘开始初时听到的时候 都不是那么在意 反而觉得 许仙病了一轮 还更加着急生意 还叫小清啊 拿了蚊杖 皮铺等等 又交给伙计 要她照顾许仙 只不过 一日两日 你又说不在意而已 但是跟着一年几日 那许仙都推三左四 硬是找理由 推桶 不肯回来 特别不肯上楼 嗯 白娘子这么精明 怎么会不知道 其中一定有什么警棍啊 于是 合子一算 已经知道 许仙因为 因为自己迷魂法失效 许仙已经将一切 都记得清清楚楚 特别端仰 自己现形的那件事 啊 想不到 自己一番苦心 冒了这么大风险 偷渡灵芝仙草 救回她 反而换来 富郎对我的猜忌 对我的猜疑啊 想到这里 她又不敢一阵心酸 眼泪都流了出来 小青这个时候 刚刚进来 想找她谈一阵 那样 见到白娘子流了眼泪 就即时问她什么原因 白娘子 是将自己算到的结果 告诉小青听 小青一听就发火了 岂有此理 她都不想想 姐姐你为了救回她 冒尽多大风险啊 哟 居然这么薄情 我们还管她 做什么呢 难道这个世间上 真是只有 她才有一个美男子吗 唉 小青 你不要这么说了 我之所以对她情深一片 不是因为贪恋她的容貌 而是 而是还因为 她前世于我有恩 唉 我 我怎能够轻易地抛低她呢 哟 我们蛇啊 受她人小小的恩惠 就算隔了一世 都一样会记得来报答 她们人呢 眨眼之间就忘恩负义 而且啊 只是想她自己而已 她难道不懂得想想 其他人的感受的吗 我姐妹就算是妖啊 我们做过半件害人之事吗 反而他们人类啊 为了自己一己私欲 甚至连朋友父母都可以出卖 这些人啊 不是比禽兽更加可恶吗 为什么又不见她害怕他们呢 唉 小青 人妖又别 有时 都很难怪相公的 哎呀 姐姐呀 你真是太过为得她了 所以她才一点都不顾念 你对她的一番心恩心情而已 哼 我说 人就是贱格的了 你对她越好呢 她就越容易扔低你 唉 不要再说了 她先因为吃了仙草 所以 她这样才会将以前被我迷了的本性 完全患醒了 现在要她不要疑心 消除疑惹的 唯有重新对她迷寻 我想了一条计的了 等她呢 再一次被我们迷倒之后 那又不会再惊慌 这样才行的 你只要这样这样 我包给她可以打烧仪女 小青听到嘟起嘴 其实她真的不想再为这个许仙做这么多长戏 但是见到白娘子 几乎是带着哀求的眼神 叹了一口气 还是领命而去 这几晚 她先都不肯回入房 特别不肯上楼见白素精 所以白娘子呢 两三日之间 都是叫人 将自己做好的晚饭送过去的 只替许仙送她的东西招式 不过 一说叫她回入房 就耍手劫令头 那两个伙计 不知道她们发生什么事 以为两夫妻吵架 所以许仙就走行出来 想着跟娘子冷战一番 于是两个在旁边来劝她 这个就说 哎呀 仕头啊 我们今晚一定进去睡觉了 人家都说了嘛 两夫妻啊 床头打架啊 床尾和的 就算有什么吵吵啊 都是尋常小事来而已 什么够这么耐气呢 喂 过得几日就算了 另一个又说 哦 对了 对了 仕头 小清姐姐来请了几次了 喂 就算你有什么气啊 都可以啊 全部烧了啦 是不是 人家呀 仕头婆啊 多低声下气啊 何必这么执着呢 我劝你还回去住宵啦 唉 你们不知道原因的了 我不能进去 我不能进去的 两位你们不要再劝我啦 两位兩個伙计劝多多一句 一见他始终都不肯上房 自己又不知道 人家两夫妻又发生什么事 喂 这些事情劝过就算了 难道你硬硬真的拖回她入房间吗 人家都说清官 难断家无事 何况 我们还是在人家手下打工 哎呀 免得胡说 于是 两个伙计也索性 那当然不再劝她了 好了 到第二天 小青依照 白娘子的吩咐 将酒席准备好 到中时分 又来到店铺请许先回去吃饭了 许先一见到小青来到 就炸戒衣 现在很多东西做 顺手拿个帐簿来 乱禁揭乱禁看 相公 我奉姐姐之命 想请相公进去 有些说话要跟相公说 咦 呃 我不有空 小青你都见的了 我我我我我现在呢 好大盘数要计 有什么说话 你你你 你讲给我听都可以的了 相公啊 就算几多事做都好 姐姐姐只想进去 跟你谈几句话 跟你谈几句话而已 一会儿可以出来的了 你不如 进去谈个几句话 然后再继续回来做事 哎呀,现在正在结货 我走不开,走不开 不要紧的 娘娘吩咐 这趟一定要上工进去 如果上工你不肯进去 那么肯定我不够诚心 态度不够好 回去,姐姐会责罚我的 小青一进来 那两个伙计就已经在旁边 走过来,偷听一下 究竟呢 为什么他这几天 总是不敢回家呢 难道我们这个老老实实的仕头 其实都不是这么老实 他被娘子捉住了什么 把柄痛脚 又或者是 会不会是他娘子 夫妻之间太过厉害了 就是搞得我们的仕头不敢进去 两个人想起了都不等的东西 但是八八卦卦卦 现在听到他才说有紧要的账簿 在看着 说有很大盘数计 所以又不得闲进去 其中的伙计 忍着定眼看下了 喂,这本就是紧要的账簿 他就说了 他就说了 哈哈哈哈 士头啊 喂,你看着那本不是账簿 是去年那本年历 还看他干什么 是啊是啊 我有一时心急拿错了 你看一下 多东西做到 我已经是这么大猛了 另外那个伙计 听他这么说 那个杀仔忍不住了 唉,士头 我忍不住 今天又要劝多你两句了 是,不知道你两夫妇 哪个对,哪个不着 但是现在我们眼见了 是人家伯娘子 你那位夫人 踏地来请你进去 请了几次了 无论哪个对,哪个不对都好 他这样的痴态 分明请你进去帮你赔罪而已 喂 韩文兄 我们是士头哥啊 唉,男人 麻烦你拿些气量出来 顺水退周 那就可以了 难道你搞到 要你夫人亲自出来 跟你赔罪 那才可以吗 哎呀 那时候认真不像样了 喂喂喂 男人老狗 麻烦你了 不要作那么多状 快点进去吧 开头的伙计也说 是呀,是呀 你不进去啊 搞到我们都不知道 多难做人 如果你们夫人以为 是我们教唆你这样做法的 那还闭家伙 唉,如果你不进去 恐怕小青姐姐呢 就要给你娘子来责罚的了 倒不如我们陪你一起进去吧 小青就趁劲说 对了 两位帮我 劝一下我们上工啦 免得我被姐姐责罚啊 唉,请姐姐你放心啦 那你进去等一会儿先 跟着呢 我们两个就 滴滴滴的进去的啦 哈哈哈哈 小青就多谢他一声 然后先走了回去 那两个伙计呢 于是就将许仙又推又拥 一头圈一头拉 总之是不由自主 将他送出了店门 砰啊声 还扣了门 然后继续回去 药店那里继续做事啦 没计啦 许仙就只要滴起心肝 就回到后堂了 唉,这儿本来以为 慢慢都是自己的温柔香 但是猜不到 这儿原来好像 蜘蛛精的磐丝洞 是蛇妖的大斗口啊 唉,这儿怎么算好呢 如果自己再不进去 真是激怒他们两个 他真是变出圆形 恐怕我直是要一命乌夫啦 既然是这样的 唯有应酬一下他就是啦 于是强颜欢笑 硬着头皮就走上楼啦 白娘子一见到夫郎进来 都不知多高兴 走到房门口 拖着许仙的手就将他拖了进来 良知啊,你用不用把我的手拖得这么紧啊 你放开我先,放开我先好不好呢 入到房间,他才不敢坐在床边 靠着房门口就坐定 拖着一旦有什么变故 自己可以即时逃走啦 夫郎呀,几日没见,真是辛苦了你啦 哦,这一旦,你在药店里面忙着什么呢 呃,是,这一旦呢,生意又好了很多啊 呃,所以我现在都是忙里偷闲 那呃,呃,进来聊一会儿的 娘子啊,不知你有什么见教这么急要见我呢 这个时候,白娘子已经吩咐小青 将为就职摆好了 没什么 自从夫郎病到之后 遗妻都没有机会 和夫郎你好好吃一餐饭 我们两夫妻也都没什么机会好好聊一下 现在,趁着这个机会 我想今天和夫郎大家共饮一杯啊 他才敢说即时倒一杯酒 和白娘子干过一杯 啊,那既然是这样呢 喝完这一杯,我要回去做事啦 慢着,夫郎你坐下先 我想跟你聊一会儿啊 啊,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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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啊,其实我今早啊 已经在客店里面吃过早餐的了 现在我怕再吃就吃不下了 喝过这杯酒,让我回去做事啦 坐多一会儿有什么重要啊 你啊,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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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OOD,就是 她先 order了两声 她心想 哎,她既然想我陪她聊get'll beipple 就聊就聊啦 如果不听她的说话 万一惊 Austin 鸣了她 恐怕就算我躲在弱店裡 她也一样会追到过来的啊 唯今之计 慢慢就脱身起了 白娘只等她坐定之后 倒过两杯酒 在摆好酒菜那里 又夹了鱼菜 放在海鱼仙的碗里 今年中秋节的时候 唯妻有病在床 不能跟夫郎 同饮共醉 虚度良宵 所以今日 我特别准备为酒菜 要跟官人 一起再喝个端午节 娘只 你还提端午节 不要再提了 不要再提了 哦 这个只不过 是表示一下 唯妻的一些心意 来来来 官人 我要敬你一大杯 大杯不用了 我本来酒量就不是那么好 杯就行了 杯就行了 好啊 那我就敬你一杯 咱过杯酒 白娘只都见到酒面那里 有几点酒泡 于是 就拿了个饭 就拿了个饭 在上面 嗨就嗨 其实嗨这几嗨呢 他是暗中又写了个谜子 然后 这样才向了 许仙 递过去 许仙 现在呢 就移得 那那声 快点 聊完 就立刻 避开 白蛇嘛 于是 都不管三七二十一 咕咕咕咕咕咕 即时 将那杯酒 全部喝光 你杯酒一喝 那就是 将白娘只 重新 部署的迷魂法 吞回 肚子里面 好了 又得一杯 又是第二杯的了 几杯酒 落肚 那个装酒的酒 已经喝光了 小青 小青啊 快点 和我们再斟酒 咦 哈 小青啊 是不是偷懒呢 他 他已经不认我的 官人你等一会儿 为妻 再拿个壶 走上来 不用了 娘子 我 我 他先想拦阻他 但是 白娘子 连步轻搖 手执着酒壶 好快就已经走出房间 又落了楼了 望着白娘子的背影 他先不禁 嗨 又是重重叹了一口气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集再继 Houston 下集再说 下集再说 感谢观看